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来最裸露的一场意外正面全裸被看光光的戏码 尽管事前做了很多防范措施 却因为现场有很多剧组人员让他害羞不已 连尖叫声都逼真到好似一丝不挂的站在大家面前 有一场戏就是可能就是在围预警洗澡的戏 那时候其实还蛮害羞 因为你拍的话一定就是拍感觉好像是全裸的样子 然后又是正面被看到的样子好像讲太多了 就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啦 对那时候那场戏其实真的还蛮害羞的 就会觉得好多人哦 然后尖叫也是真的很用力 就是真的很真的尖叫 因为有很多安全措施吧 有有有 只是大家可能看不到 对 那大家应该很期待那一幕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真的很紧张 而且真的尖叫是真的好像被看光的那种尖叫 前两天在出席活动时曾透露希望30岁能嫁人她 被问到理想对象时 剥雪福字报未来想跟不认识的外国人交往 才不会对她有既定印象 当然还有另一诱因就是想生超可爱的混血宝宝 呃我的理想对象 现在又换了耶 就是可能是外国人吧我想 对 外国人 呃因为就是可能跟朋友聊天啊聊聊聊就觉得说 啊是不是要找就是可能不认识自己的 就不会有那样的印象 就是既定印象在 那我说那是不是以后要出国就是找老公之类的 对 嗯 有这有吸引到我 就是有看到混血就是小朋友啊宝宝什么的 我就觉得天啊太可爱了 就会对啊会想 可能是未来时 对还很久还很久